八 东汉明帝时 温山郡以西的白狼盘木等部约有130余万户 600万余口自愿内数 他们作诗三章献给东汉皇帝 何忠白狼歌背书 白狼王 等木画皈依 知义 仗传喜中国古代史纲 上 陈镇还未下马 就闻到老人的蒙古包里 挑出一股浓浓的肉腥味 不像是羊肉味 他很觉奇怪 急忙下马进包 地利格老人忙含慢着慢着 陈镇慌忙站定 发现东北西三面的地毯都一卷起 宽大的地毡上铺着生马皮 马皮上摆满了钢制狼夹子 至少有七八个 蒙古包中央炉子上的大锅 冒着热气和兴气 锅里是黑乎乎油汪汪的一大锅汤水 嘎斯麦满面烟尘旱季 跪在炉旁加粪添火 他的五岁小女儿琪琪格正在玩一大堆养拐 足有六七十个 巴图在一边擦狼夹子 他还在家里养伤 脸上露出大片的心肉 碧莉格的老伴老鹅琪也在擦狼夹 陈镇不知老人在煮什么 老人在身旁挪出了空地 让陈镇坐在他的旁边 陈镇开玩笑地问 您在煮什么 想煮狼夹子吃啊 您老牙口好硬啊 碧莉格笑眯了眼 说道 你猜着了一半 我是在煮狼夹 不过 我的牙口不成了 是狼夹的牙口好 你看看这夹子是不是满口钢牙 陈镇惊讶地问 您煮狼夹干什么 家狼啊 碧莉格直指大锅说 我来烤烤你 你闻闻这是什么肉味 陈镇摇摇头 老人指了指炉旁的一盆肉说 那是马肉 是我从泡子那边捡回来的 煮一大锅马肉汤 再用肉汤煮狼夹子 你知道这是喂的啥 喂的是煮掉夹子的铁锈味 陈镇明白了 立刻来了兴趣说 得 这下狼该踩进夹子里去了 狼还是斗不过人 老人捋了捋黄白色的胡须说 你要是这么想 就环豆不过狼 狼鼻子比狗灵 有一星半点儿的嗅味和人味 那你就瞎忙乎了 有一回我把夹子弄得干干净净 一点嗅味人味也没有 可到了也没夹着狼 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 那天我下完夹子不小心 可出一口痰 我要是连血带痰一块捧走 也就没事了 可我踩了一脚 又扒了些血盖上痰 想着没事 可还是让狼给闻出来了 陈镇吃了一惊 叹道 狼的鼻子也太厉害了 老人说 狼有灵性 有神柱 有鬼帮 难斗啊 陈镇正要顺着鬼神往下问 阿爸跪起身来 从锅里捞夹子了 狼夹很大很重 一口大锅只能煮一个夹子 陈镇帮老人用木棍捞出夹子 放在一块油腻腻的麻袋上 然后又下了一只夹子 老人说 昨天我让全家人 先擦了一天夹子 我先煮过一遍了 这惠儿是第二遍 这还不成 待会儿 还得用马踪 站着练好的马肠油再擦两遍 这才能用 真刀下夹子的时候 还要戴手套 上干马粪 打狼跟打仗一样 心不细不成 要比女人的心还细 比嘎斯麦的心还要细 老人笑道 嘎斯麦望着陈镇 直指挽家说 知道你又想喝我做的奶茶了 我手埋态 你自个儿动手吧 陈镇不喜欢炒米 最喜欢嘎斯麦做的奶豆腐 就抓了四五块放在碗里 又拿起暖壶 倒了满满一碗奶茶 嘎斯麦说 本来阿爸是要带巴图去下家子的 可他的脸还出不了门 就让你这个汉人儿子去吧 陈镇笑道 只要是狼的事 阿爸就忘不了我 是吧 阿爸 老人看着陈镇说 孩子啊 我看你是被狼缠住了 我老了 这点儿本事传给你 只要多上点儿心 能打着狼 可你要记住你阿爸的话 狼是藤阁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 狼没了 草原也保不住 狼没了 蒙古人的灵魂也就上不了天了 陈镇问 阿爸 狼是草原的保护神 那您为什么还要打狼呢 听说您在场部的会上 也同意大打 老人说 狼太多了就不是神 就成了妖魔 人杀妖魔就没错 要是草原牛羊被妖魔杀光了 人也活不成 那草原也保不住 我们蒙古人也是藤阁里派下来保护草原的 没有草原 就没有蒙古人 没有蒙古人也就没有草原 陈镇心头一震 追问道 您说狼和蒙古人都是草原的卫兵 老人的目光突然变得警惕和陌生 他盯着陈镇的眼睛说 没错 可是你们 你们汉人不懂这个理 陈镇有点而慌 忙说 阿爸 您知道 我是最反对大汉人主义的 也不赞成关内的农民到草原来开荒种地 老人脸上的皱纹慢慢松开 他一面用马踪擦着狼家 一面说 蒙古人这么少 要守住这么大的草原难啊 不打狼 蒙古人还要少 打狼打多了 蒙古人更要少 老人的话中似乎藏有玄机 一时不易搞懂 陈镇有些疑惑地把问话咽下 所有的狼家子都处理好了 老人对陈镇说 跟我一块去下家子 你要好好看我是咋下的 老人戴上一副帆布手套 又递给陈镇一副 然后起身拿着一个狼家 搬到包外一辆铁轮轻便马车上 车上垫着进过马长游的破毡子 陈镇和巴雅尔也跟着搬运 刚加一出包 夹子上的马游立即冻上一层薄薄的油壳 将狼家糊得不见铁 狼家全都上车以后 老人又从蒙古包旁提起一小袋干马粉袋 放到车上 一届准备停荡 三人上马 嘎斯迈追出几步对陈镇大声嘱咐 陈镇 陈镇 下家子千万小心 狼家子能夹断手腕的 那口气像是在叮嘱他的儿子巴雅尔 巴勒和几条大狗见到狼家子 变性大发 也想跟着一块去 巴图急忙一把抓着了巴勒脖子上的鬃毛 嘎斯迈也弯腰搂住了一条大狗 比利格老人喝退了狗 牵着套车的圆马 三人四马向大抛子一路小跑 云层仍滴滴地压在山顶 空中飘起又薄又轻的小雪片 雪蓉干颂 老人仰面接雪 过了一会儿 脸上有了一点水光 他摘下手套 又用手接了一点血擦了一把脸 说道 这些天 芒得脸都常忘了戏 用学洗脸爽快 在炉子旁边呆长了 脸上有烟味 用学洗洗去去味 方便干活 陈镇也学着老人洗了一把脸 又闻了马蹄袖 只有一点点羊分烟味 但是这可能就会让几个人的辛苦前功尽弃 陈镇问老人 身上的烟味要不要紧 老人说 不大要紧 一路过去 烟味也散没了 记着 到了哪儿 小心别让袍子皮裤碰上冻马肉就没事 陈镇说 甘狼痘 真累啊 昨天晚上 狼和狗叫了一夜 叫得特凶 吵得我一夜没睡好 老人说 草原不比你们关内 关内汉人夜夜能睡个安稳觉 草原是战场 蒙古人是战士 天生就是打仗的命 想睡安稳觉的人不是个好兵 你要学会一躺下就睡着 狗一叫就睁眼 狼睡觉 两个耳朵全只棱着 一有动静撒腿就跑 要逗过狼 没狼的这个本事不成 你阿爸就是条老狼 老人呵呵笑了起来 能吃能打 能睡 一带烟的功夫 也能迷糊一小叫 恶伦的狼啊 都恨透我了 我要是死了 狼一准把我啃得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我上藤阁里就比谁都快 呵呵 陈震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说 我们知青得神经衰弱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个女生已经病退回北京了 再这么下去 过几年我们这些知青的有一半让狼打回关内 我死了可不把身子喂狼 还是一把火烧了才痛快 老人笑声未停 呵呵 你们汉人太浪费 太麻烦 人死了还要棺材 用那老仙木头 可以打多少牛车 陈震说 哪天我死了 可不用棺材火花拉倒 老人笑道 那也要用多多的木头烧呢 浪费浪费 我们蒙古人节约闹革命 死了躺在牛车上 往东走 什么时候让车跌下来 什么时候就等着喂狼了 陈震也笑了 可是 阿爸 除了让狼把人的灵魂带上藤阁里 是不是还为了节省木头呢 因为草原上没有大树 老人回答说 除了为了省木头 更是为了吃肉还肉 吃肉还肉 陈震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顿时困意全消 忙问 什么叫吃肉还肉 老人说 草原上的人 吃了一辈子的肉 杀了多多的生命 有罪孽啊 人死了 把自己的肉还给草原 这才公平 灵魂就不苦了 也可以上藤阁里了 陈震笑道 这倒是很公平 要是我以后不被狼打回北京 我没准也把自己喂狼算了 一群狼吃一个人 不用一顿饭的功夫就利索了 喂狼可能比火化速度更快 老人乐了 随即脸上又出现了担忧的神情 俄伦草原从前没有几个汉人 全牧场一百三四十个蒙古包 七八百人 全是蒙古族 文化大革命了 你们北京之清就来了一百多 这会儿又来了这老些当兵的 开车的 搬大车的 带房子的 他们都恨狼 都想要狼皮 往后枪一响 狼打没了 你想喂狼也喂不成了 陈震也饿了 阿爸 您甭担心 没准往后打大仗 扔原子弹 人和狼一快二死 谁也甭喂谁了 老人比划了一个圆 问道 圆 圆子弹是啥样子弹 陈震费了牛禁 连比划带说也没能让老人明白 快到抛子最北边的那极皮死马处 碧莉格老人类驻马 让巴雅尔牵住原马就地停车等着 然后他带上两副狼夹子 小铁鎬 装干马粪的口袋等等工具 带陈震往死马那边走 老人骑在马上走走停停 到处查看 极皮死马显然已被动过 薄薄的心血下面能隐约看到马身上的遥痕 还有马尸旁边的一个个爪印 陈震忍不住问 狼群又来过了 老人没回答 继续查看 连看了极皮马以后才说 大狼群还没来过 乌力级估摸的真准 大狼群还在边防公路北边 这群狼真能沉得住气 阿爸 这些脚爪印是怎么回事 陈震指了止血地 老人说 这些多半是狐狸的爪印 也有一条母狼的爪印 这边一些带宰的母狼得护着宰 单独活动 老人想了想说 我原本想打狼群里的头狼和大狼的 可这会儿有这些狐狸捣乱 就不容易打着大狼和头狼了 那咱们不是白费劲了吗 也不算白费劲 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狼群弄迷糊 他以为人下了架子 就没功夫打围了 便这法子也要来吃满肉的 只要狼群一过来 咱们就好打围了 陈震问 阿爸 有没有法子加一条大狼 咋能没有呢 老人说 咱们把带来的架子全下上 下印一点二 转加狼 不加狐狸 老人骑马又转了两圈 在一匹死马旁边选了第一个下加点 陈震急忙下马 产青扫尽了血 老人蹲下身 用小铁搞在洞得不太深的地上 刨出一个直径约40厘米 深渊15厘米的圆坑 坑中还有一个小坑 然后戴上沾满马长油的手套 把钢夹放在圆坑里 再用双脚踩紧钢夹 两边像两个巨型镊子的钢板弹簧 用力掰开钢夹朝天紧闭的虎口 将满嘴钢牙的虎口掰到底 掰成一个紧贴地面 准备狠咬的圆形大口 再小心翼翼把一个像刺绣崩架一样的布崩垫 悬空放在坑中小坑和钢夹之间 再用钢夹边缘小铁棍别柱虎口 插到布垫的扣子上 陈震提心吊胆地看着老人做完这一组危险 费力的动作 如烧油闪时钢夹就可能把手打断 老人抬起脚 满头大汗地蹲在雪地上喘气 用马蹄锈小心地擦汗 生怕汗落到马身上去 老人第一次带陈震出来下家子 陈震总算看明白钢夹是怎样家狼的了 只要狼找一踩到悬空的布崩垫上 布垫下线 小铁棍从布垫的活口中滑脱 那时钢黄就会以几百斤的力量 猛地合拢钢夹虎口 把踩进夹子的狼爪 打裂骨头咬住筋 怪不得狼这么害怕钢夹 这家伙果真了得 要是草原狼不怕钢夹的钢铁声音 那他可能就在第一次误入狼阵时丧命了 剩下的就是如何掩盖和伪装了 这道工序也不能出丝毫差错 比利格老人缓过劲来说 这夹子不能用血盖 血太沉能把布垫压榻 还有要是出了太阳血一化 夹子里面冻住了 夹子也打不开 你把干马粪给我 老人接过布袋 抓了一把干马粪 一边搓一边均匀的洒在布垫上 又干又轻的马粪末 慢慢填满狼家的钢崖大口 此刻布垫依然悬空 又不怕钢夹里面上洞 然后老人将夹子上的铁链 勾在死马的骨架上 才说这惠儿能用血盖了 他指导陈镇禅学 把钢夹的钢板弹簧和铁链盖好 又用浮雪小心地盖住马粪 最后用破羊皮轻轻扫平雪 与周围雪面接的天衣无缝 细碎的小雪还在下 再过一会儿 雪地上所有的痕迹都看不出来了 陈镇问 这个夹子为什么只能夹狼不夹狐狸 老人说 我把铁棍别子插得深了一点 狐狸青踩不动 狼个头大 一踩准诈 老人看了看四周 又用脚步量了量距离 在两步左右的地方又选了个下夹点 说 这个夹子你来下吧 我看着你下 两个夹子为什么离这么近 陈镇问 老人说 你不知道 有的狼对自个儿也特别狠 他要是被夹住了腿 会把腿连骨带筋全咬断 瘸着三条腿逃掉 我给他下两个 只要夹住一条腿 他就会疼得没命地拽链子 没命转圈 转着转着后腿就踩着第二个夹子了 这地方链子刚好够得着 要是狼的前后两条腿都给夹住了 他就算能把两条断腿都咬掉 剩下两条腿他砸跑 陈镇心里猛地一抽 头皮发跟炸气 草原上的人狼战争真是残忍至极 人和狼都在用残酷攻击残酷 用残忍报复残忍 用狡猾抗击狡猾 如果这样恶恶向暴 禁诸者赤 禁狼者势必狠了 从此变得铁石心肠 冷酷无情 陈镇虽然痛恨狼的残暴 但当他马上就要亲手给狼下一个 狡猾残忍的钢家时 他的手却不禁微微发抖 这个陷阱太隐蔽 他放在具有极强诱惑性的肥壮死马前 只有马肉 马油和马分位 没有任何人为何秀位 陈镇相信在狡猾的狼野要上当 被钢家打得腿断鼓裂 然后被人包皮 气势荒野 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大圈套中的一个小圈套 那个大圈套要套的就不是几条狼了 他想起周 秦汉唐宋 宁无数 至汉军被诱进草原深处 落入被精心射击 没有破绽的陷阱而全军覆没的战力 古代草原骑兵 确实不是靠蛮力 横扫先进国家的 草原民族也确实是草原的捍卫者 他们用从老那里学来的军事才华和智慧 牢牢地守住了草原 抗住了汉军后面的铁鱼火 除何离对草原的进攻 老人说的一点也没错 陈镇的手还在一阵阵地发抖 老人呵呵地笑起来 心软了吧 别忘了草原是战场 肩不得血的人不是战士 狼用诡计杀了一大群马 你不心疼 人不使独招能斗得过狼吗 陈镇定了定心 沉了口气 心虚手硬地扫血刨坑 真到下家子的时候 他的手又有点抖了 这次是怕不小心被打断手指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下狼家 老人一边骄 一边把粗粗的马棒伸进刚家的虎口里 即使刚家打翻 也先夹着马棒而夹不到陈镇的手 陈镇感到周身一热 有了老人的保护 他的手不抖了 第一次下家 一次成功 陈镇在擦汗的时候 发现老人头上冒的汗比他的还多 老人输了口气说 孩子 我在看着你下一个 比三个你就自个儿下吧 我看你能行 陈镇点点头 他跟着老人回到马车旁 又取了两副钢夹 又挑了皮死马 选好点细心下好 剩下的四副夹子 一人两副分头下 老人又让八雅儿给陈镇帮忙 天晋黄昏 仍未转情 碧莉格老人仔细地检查了陈镇下的夹子 笑道 真看不出来了 我要是条老狼 也得让你夹住 老人又认真的看着陈镇 问道 时候不早了 这辉儿咱们该做什么 陈镇想了想说 是不是该扫扫 咱们的脚印 还要清点一下带来的工具 不能落下一件 老人满意地说 你也学经了 三人就从最北边慢慢扫 慢慢检查 一直扫到马车处才停下来 陈镇一边收拾工具一边问 阿爸 下了这么多夹子能打着多少条狼 老人说 打猎不能问数 一说数 就一个也不上架了 人把前面的事做好 后面的事就靠腾阁里 三人上马 牵着马车往回揍 陈镇问 咱们明天早上就来收狼吗 老人说 不管夹着没夹着 都不能来收狼 要是夹着了 先要让狼群看看 只要他们不见人来收狼 疑心就中了 更会围着死马转圈琢磨 长布交给的任务 不是加几条狼 是要把狼群给引过来 要是没夹着狼 咱们就还得等 你明儿就不用来了 我会远远地来看的 三人轻松地往家走 陈镇想起了那窝狼仔 便打算向老人讨教掏狼窝的技术 掏狼仔可是草原上一件凶险 艰难 技术性极强的狩猎项目 也是草原民族意志草原 狼群恶性发展的最主要的方法 一窝狼仔七八只 十几只 格伦草原的狼十多 狼仔的成活率极高 春天掏到一窝狼仔 就等于消灭了一群狼 狼群为了保护狼仔 会运用狼的最高智慧 和狼的所有凶猛亡命的看家本领 陈镇听过不少各种掏狼仔的 惊险和运气的故事 他也早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两个春天了 全场一百多个知青 还没有一个人独自掏到过狼仔 他不敢奢望自己能掏到一窝 只打算找机会跟着比利格老人掏几次 先学学本领 可是 马群事故发生以后 老人就顾不上狼仔了 陈镇只好从经验上来求教老人 陈镇说 阿爸 我前些日子放羊 一只羊羔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被一条母狼活活的叼走 往东北边黑石头山那边逃走了 我想那边一定有一个狼窝 里面一定有狼仔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 本来我想让您带我们去的 老人说 您儿我是去不了了 这边的是大 场不还等着我的信呢 老人又回头问道 母狼真往黑石头山那边去了 没错 陈镇说 老人捋了捋胡子 问道 你那慧儿骑马追了没有 陈镇说 没有 他跑得太快 没来得及追 老人说 那还好 要不那条母狼准会骗你 有人追 他是不会直奔狼窝的 老人略略想了想 说道 这条母狼真是惊 头年开春 队里刚刚在那儿掏了三窝狼仔 今年谁都不去那儿掏狼了 想不到还有母狼赶到那儿去下载 那你明儿快去找吧 多去几个人 多带狗 一定得找几个胆大有经验的牧民去 你们两个千万别资格而去 太危险 掏狼窝最难的是什么 陈镇问 老人说 掏狼窝麻烦多多的有 找狼窝更难 我告诉你一个法子 能找到狼窝 你明儿天不亮就起来 跑到石头山底下高一点二的山头 趴下 等到天快亮的时候 你用望远镜留神看 这时候母狼在外面忙活了一夜 该回动给狼仔为难 你要是看到狼往什么地方去 那边就准有狼窝 你要仔细找 带上好狗转圈找 多半能找着 可找着了 要把狼仔挖出来也难啊 最怕洞里有母狼 你们千万要小心 老人的目光忽而暗淡下来 说 要不是狼群杀了这么大一群马 我是不会再让你们去掏狼仔的 掏狼仔是俄伦草原老人们最不愿干的事情 陈镇也不敢再问下去 老人本来就对这次大规模掏狼仔的活动 窝了一肚子的火 陈镇生怕再问下去老人会阻止他去 可是 掏狼仔的学问太奥妙 他掏狼仔的目的是养一只狼仔 如果再不抓紧时间 等到狼仔断了奶或睁开了眼 那就难养了 必须抢在狼仔还没有看清世界 分清敌我的时候 把他从狼的世界转到人的环境中来 陈镇生怕野性最强的狼仔比麻雀还难养 从小就喜爱动物的陈镇 小时候多次抓过和养过麻雀 可是麻雀气性大 在笼子里闭着眼睛 就是不吃不喝 直至气绝身亡 狼仔可不像麻雀那么好抓 如果冒了风险 费了牛尽抓到了狼仔 却养不了几天就养死了 那就亏大了 陈镇打算再好好问问八图 他是全场出名的打狼猛手 前几天吃了狼群这么大的亏 正在气头上 找他请教掏狼仔的是准能成 回到老人的蒙古包 天已全黑 进了包 漂亮的地毯已恢复原状 三个灯年的羊油灯 将宽大的蒙古包照得亮堂堂 矮放桌上两大盆刚出锅的血肠血包 羊肚肥肠和手把肉冒着腾腾的热气和香气 忙了一天的三个人的肚子全都叫了起来 陈镇急忙脱了皮袍 坐到桌旁 嘎斯麦已经端着肉盆 将陈镇最爱吃的羊肥肠转到他的面前 又端起另一个肉盆 把老人最爱吃的羊胸椎转到老人面前 然后 给陈镇递过一小碗 用北京固体酱油和草原口膜 泡出的蘑菇酱油 这是陈镇吃手把肉食最喜欢的调料 这种北京加草原的调味品 现在已经成为他们两家蒙古包的常备品了 陈镇用蒙古刀割了一段羊肥肠 沾上调料 塞到嘴里 香得他几乎把狼采的是忘记 草原羊肥肠是草原手把肉里的上品 只有一尺肠 说是肥肠 岂是一点也不肥 肥肠里面塞满了最没油水的肚条 小肠和胸隔膜肌肉条 羊肥肠 几乎把一只羊身上的器物都收罗进来了 但却搭配出蒙古大餐中让人不能忘怀的美食 任脆筋道 肥而不腻 陈镇说 蒙古人吃羊针节约 连胸隔膜都舍不得扔还这么好吃 老人点头 恶狼吃羊 连羊毛羊体可都吃下去 草原闹起大灾来 人和狼找食都不容易 吃羊就该把羊吃得干干净净 陈镇笑道 这么说蒙古人吃羊 吃得这么干净聪明 也是跟狼学的了 全家人大笑 别说是是是 陈镇又一连吃下去三段肥肠 嘎斯麦笑得开心 陈镇记得嘎斯麦说过 他喜欢吃香香狼一样的客人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 此刻他一定像条恶狼 他不敢再吃了 他知道比利格全家人都爱吃羊肥肠 可以眨眼的功夫 他已经把大半根肠吃进肚里了 嘎斯麦直起腰 用刀子拨开血肠 再用刀尖又挑出一大根肥肠来 笑道 知道你回来就不肯走了 我煮了两根肠呢 那根全是你的了 你要跟狼一样节约 不能生 一家人又笑了 巴雅尔连忙把嘎斯麦挑出来的肥肠 抓到自己的肉盆前 两年多了 陈震总是调不好与嘎斯麦的辈分关系 按正常辈分 他应该是他的大嫂 可是 陈震觉得嘎斯麦有时是他的姐姐 有时是婶婶 有时是小姨小姑 有时甚至是年轻的大姨妈 他的快乐与善良像草原一样坦荡纯真 陈震吃下整根肥肠 又端起奶茶一口气喝了半碗 问嘎斯麦 巴雅敢抓狼尾巴 敢钻狼洞掏 敢骑猎马 胆子也太大了 你就不怕他出事 嘎斯麦笑道 蒙古人从小个个都是这样 巴雅小时候胆子比巴雅还大 巴雅钻的狼洞没有大狼 狼仔又不咬人 掏出一窝狼仔算什么 可是巴雅钻的狼洞里面有大狼 他在洞里碰见了母狼 还硬是把母狼从狼洞里拽了出来 陈震吃惊不小 忙问巴雅 你怎么从来没给我讲过这事 快跟我好好讲讲 笑了几次以后 巴雅心情好了起来 他喝了一大口酒说 那年我十三岁吧 有一次阿爸他们几个人找了几天 才找到了一个有狼仔的狼洞 洞很大很深 挖不动 阿爸怕里面有母狼 先点火熏烟 想把母狼轰出来 后来烟散了母狼也没有出来 我们以为里面没有大狼了 我就拿着火柴麻袋钻进狼洞去掏狼仔 哪想到钻进去两个半身子深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狼的眼睛 离我就凉尺远 吓得我差点尿裤子 我连忙划了一根火柴 火光一亮 我看见狼也吓得在哪儿哆嗦呢 跟狗害怕的样子差不离 尾巴都夹起来了 我趴在洞里不敢动 火光一灭 狼就冲过来 我退也退不出去 心想这下可完了 哪想到它不是来咬我 是想从我头上窗过去 逃出洞 这时候我怕洞外面的人没防备 怕狼咬了阿爸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猛地撑起身子 想挡住狼 没想到我的头顶住了狼的喉咙 我又一使劲 就把狼头顶在洞顶上了 这一下狼出不去跑不了 母狼急得乱抓 把我的衣服抓烂了 我也豁出去了 急忙坐起来 狠狠顶住狼的喉咙和下巴 不让它咬着我 我又去抓狼的前腿 费了半天劲 才把狼的两条前腿抓住 这下狼咬不着我也抓不着我了 可我也卡在那里没法动弹 浑身一点而劲也没了 巴图平静地叙述着 好像在讲一件别人的事情 外面的人等了半天不见我出来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阿爸急地钻了进来 他划着火柴 见我头上顶着一个狼头 这正是把他也吓坏了 他赶紧让我顶住狼头别动 然后抱着我的腰 一点一点往外挪 我一边顶住狼头 一边又使劲拽狼腿 让狼跟着我慢慢往外挪动 阿爸又大声叫外面的人 抓住他的脚一点一点地往外拽 一直到把阿爸拽到洞口的时候 外面的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拿着长刀棍棒等在洞口 阿爸和我刚把狼拽顶到洞口边上 外面的人一刺刀就刺进狼嘴 把狼头钉在洞口的顶上 几个人一起把狼从狼洞里拽出来打死 后来我先够了劲 又钻进洞 越到里面洞越窄 只有小孩能钻进去 最里面到大了 地上铺着破羊皮和羊毛 上面全着一窝小狼仔 一共九只都还活着 那条母狼为了护仔 在狼仔睡觉的地方外 跑了好多土 把最里面的窝口堵了一大半 母狼自个儿留在外面 母狼没熏死 是因为洞上面还有一些小洞 烟都跑上面去了 还能往外面散烟 后来我就扒开了土 伸手把狼仔全抓了出来 再装到麻袋里 倒着爬了出来 陈震听得喘不过气来 全家人也好像好久没有回忆这个故事了 都听得战战兢兢 陈震觉得 这个故事和他听到的 其他涛狼仔的故事很不一样 就问 我听别人说母狼最互仔 都敢跟挖狼洞的人拼命 可这条母狼怎么不敢跟人拼命呢 老人说 其实草原狼都怕人 草原上能打死狼的 只有人 狼刚让烟给熏晕了 又看着人手里拿着火 敢钻进他的洞 他能不害怕吗 这条狼个头不算小 可我看得出来 这是条两岁的小母狼 吓得是头胎 可怜呐 金儿要不是你问起这件事 谁也不愿提起他 嘎斯麦没有了一点笑容 眼里还闪着一层薄薄的泪光 巴雅尔忽然对嘎斯麦说 陈震他们明天一早要上山掏狼仔 我想帮他们掏 他们更耳大 钻不到锦里面的 金儿晚上我住到他们包去 明天一早跟他们一块儿上山 嘎斯麦说 好吧 你去要小心点 陈震慌忙摆手 不成 不成 我真怕出事 你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啊 嘎斯麦说 今年春天咱们祖才掏了一窝狼仔 还差三窝呢 再不掏一窝 包顺鬼又该对我好了 陈震说 那也不成 我宁可不掏也不能让巴雅去 老人把孙子搂到身边说 巴雅就别去了 这回我准能夹这一两条大狼 不浇狼仔皮 浇大狼皮也算完成定额 谢谢 谢谢 谢谢